梦翔起飛399 挺你孤單少一半 讓你時間多一倍 讓你第四季密短線 一大一大於二 不斷加短線一大一 累積坐立再翻費 前三四名來賓的 享有關於源頭發入 夢翔起飛199 一年一年十分最大 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新階段加入一點的LINE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過來電大動規限 2511連續77 2511連續77 請加入你享有一檔 獲利檔貝股哦 各位觀眾 歡迎收看股市1.0 來看今天台北股市 在資金大浪的帶動之下 已經要往今年高點做挑戰了 今天中場漲206點 收在17416點 全交量能竟也放大到 3379億元 那今天盤是怎麼做解析 現場問你邀請到兩位專家 全換到續永城國際投庫 許玉琳分析師 玉琳老師好 李玲家族家人大家好 我是1.0 第二 歡迎到陳一群分析師 一群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今天排名上 關要講我搞好問題 先請教玉琳老師 親愛的好朋友們 今天指數的再度大漲 那當然跟台幣升值有絕對的關係 我說過這一波 它叫做資金的行情 除了資金的行情之外 我會特別告訴大家 第四季就是集團作帳的一個輪動的效應 我今天會從華碩的集團來告訴大家 什麼是低位階的個股 然而明天有一個重要的大事 誰 有就是輝達 輝達即將在明天凌晨來公布財報 在公布財報之際 AI今天形成了一個起掌 但是你要知道是 AI重要的轉牆關鍵 該如何觀察 該如何掌握 那如果你手中有偽創 有廣達 甚至有低價位的音業達 以及技嘉的好朋友們 今天的這一集 你務必 務必 務必要看 因為一點你要教大家 如何掌握到AI伺服器的 重要關鍵的轉牆價位 那然而除了輝達要公布財報 我們要去做好全方位的因應之外 我也特別來告訴大家 IC設計個股果然迎來曙光 尤其今天的聯發科 在下午要公布天璣8300的一個 全新的機種 然而IC設計個股是不是如同1.0所說的 迎來輪短 輪動的一個曙光 我們手中的一個帽打 甚至敦泰也好都形成了一個大漲 而大漲之後換誰再勾 這個部分1.0會幫大家全方位的掌握 而今天的PCB的個股也迎來了買盤的支持 那例如1.0在之前錄製的產業1.0當中的滑通跟電影 今天又再創下近期的新高 而要滑因為低價的關係形成了一個粗量的載購 而這樣的粗量載購是要讓你追還是要讓你賣 等一下1.0會從實戰的PayPal來教大家如何短線加波段上面的應對 那當然很多人問 第四季是作夢行情 第四季也是集團作戰行情 第四季也是資金的行情 如何去複製這一波的IC設計個股的貌打 我們的林林家族的家人是買在起掌之前 今天的貌打即昨天亮燈攻上掌停板之後 今天的貌打持續的再大漲 除了貌打之外 雙紅我是不是在節目上面一而再再而三的呼籲你 在250塊錢以下跟著我低階卡位 今天的雙紅又再創波段新高 而今天的CPO的零漲股前定亮燈攻上掌停板 我是如何在起掌之前 帶領我們的家人提前卡位 所以今天我要給你Special的 什麼Special也就是 如果你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 都沒有賺到錢的好朋友們 第四季的圓夢起飛計畫正式開始 圓夢起飛計畫你要跟著1.0提前卡位 就像貌打就像雙紅 就像前頂起掌之前的好買點 而圓夢起飛的計畫 針對於很多人想要在第四季翻身解套的你 而且1.0要給大家很大很大的福利 尤其今天前三名來電的 在享有萬元的紅包裡 所以即刻打電話進來 因為加入及享有一檔獲利掌倍股 Are you ready? 跟著我一起掌握到第四季的作戰行情 作夢行情 以及所謂的一個資金行情的效應 好 那當然我也特別來告訴大家的是 你加入一點的Light 8有什麼好處 第一個盤式我都幫大家清清楚楚的掌握 尤其今天的盤獲利掌握 我是如何事先掌握 我是如何事先告知 我是如何告訴你行情還會持續的向上 而這個行情的持續向上 是不是如同一點你的東森盤中連線所說的 台幣升值就是最大的利多 今天的台幣又持續的強升 而這樣的強升的帶動效應之下 今天的台積電震盪墊高 這個就叫做所謂的資金行情 在上個禮拜的藍白核變成藍白拖之後 電子股的資金比重 從昨天又再度重回了七成之上 目前的電子股資金比重 還是如同一點你所說的 還在七成之上 主流還在電子電子電子 我也特別來告訴大家 很多人都說 這一波行情來得又快又急呀 就如同周杰倫的一首歌 愛情來得快來得 愛情來得太快 就像龍捲風 我突然忘記怎麼唱了 但是我還特別來告訴大家 其實守住一個端鍵架位 也就是大盤的一個角度裡面 它在下方有一個多方缺口 而這個多方缺口在17034 而這個17034的多方缺口 只要持續的手穩 就是積極的偏多來去做操作 然而今天的節目非常的精彩 因為要從揮答的財報 來跟大家講 AI的短線轉牆的關鍵 尤其AI當中還有一個叫做 CPO的光纖個股 今天也形成的發動 那為什麼能夠在起漲之前 帶領我們的家人去買進前頂 而前頂有亮燈供上掌停板 而IC設計的個股連發科 今天又再創波段的新高 所以高價如何帶動中低價的IC設計個股 形成了輪動 所以這一波我們也帶領我們的家人 在起漲之前買進了茂達 甚至買進了一個敦泰拉回來的走勢 甚至PCB的個股 今天的滑通是再創新高 但是再創新高 它是買點還是賣點 今天的定義遇到前高之後 形成了壓回來 後續該如何去看 那當然今天1.0要拿出我的拿手菜 什麼拿手菜呢 也就是集團作葬的效應 今天除了要跟大家講到的是 聯家軍的集團之外 還要特別跟大家講到的是 普遍市場上面沒有人去關注到的 華碩集團 前一波的華碩 它形成了漲多的壓回來 但是我認為華碩的漲多壓回 遇到支撐有手 是應該要偏多站在買方 而除了華碩集團裡面 今天華碩集團的個股 尤其它的子弟兵 表現得非常亮眼 尤其做板卡的華碩 在打出了圓弧底之後 形成了一個出量載功的走勢 海滑在整理之後 又形成了一個長紅 那我特別馬賽克的一檔標的 你一定要特別去留意 因為我認為它接下來會是 集團作葬裡面的隱藏版的黑馬骨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在這一波的一個華碩 這一波的一個走勢裡面 你可以發現到華碩在這一波 它打出了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圓弧底型 圓弧底型今天又出量 在今天出量的過程當中 今天帶量長紅 接下來如果這一根帶量長紅 拉回來中植位有手的過程當中 應該要偏多站在買方來去做佈局 這個是從華碩集團的個股 尤其是右下角的個股 1.0來幫大家掌握 那除了這樣子之外呢 大家一定要知道是 在10月底的時候 你在做什麼 你是看到指數大跌 在殺低你的股票 還是跟著1.0 在1.6以下 找好個股票 低階佈局的機會 我相信呢 華晴也好 甚至海華也好的一個大漲 我都在Light裡面幫大家提前掌握 那甚至呢 在2023年的10月26號 也就是兩週之前的時間 兩週之前的時間 你去想想看 台積電 聯電 有一個向下的跳空缺口 我還在節目上面直球對決 告訴你 這個向下缺口 它一定會被回補 而在台股跌破了前低 跌破了萬六又破底的同時 我還苦口婆心告訴大家 我們要積極的去尋找 挫殺的個股 而這一波 你是怎麼去做操作的 我不知道 但是我們李林家族家人很清楚 我們在呢 10月底當跌破萬六的時候 我就積極的 站在買方來去做佈局 那當然你可以發現到 這一波的台積電 聯電也好 都形成了震盪功高 那當然我也特別說了 聯電昨天在51.2 它叫做1點高盤 1點高盤空方量 短線裡面要先站在 逢高獲利的賣方 而聯電接下來的低階關鍵 我等一下會在聯電集團當中的 作戰手冊裡面來告訴大家 那當然呢 其實近四年來的 第四季的台股行情 上漲的概率是高達了9成以上 所以1點0呼籲 你不要覺得指數漲多了 漲多了指數會震盪 但是個股它會形成了接棒的效應 你一定要把握住第四季的一個資金的行情 集團作帳的行情 以及所謂的一個資金的行情 所以在選錢當中還有偏多的一個效應 所以這個部分1點0會幫大家掌握到 像是茂達 像是電影七字頭的拉回來好買點 那當然今天1點0要交戰一下 尤其很多人都在1點的light裡面 私訊問1點0 1點0今天滑通 你產業1點0入製的滑通 今天是出量大漲 但是我認為今天的出量大漲 以短線的角度來看 今天67.6正乖離真的有點大了 所以我不建議大家在這裡來去做追價的動作 今天的前頂亮燈工上掌停板 尤其在輝達財報公布之際 今天的偽創形成的持續的墊高 而偽創的持續的墊高 它的短轉牆的關鍵在哪裡 以及如果你手中有比較低價位的 像是茵葉達這樣的標的 接下來該如何來去做掌握 所以我今天幫大家準備了一個1點的拿手菜 尤其AI短轉牆的關鍵在哪裡 尤其明天又是輝達財報的公布 今天台股有提前來去做反應 所以明天要注意什麼 這個馬賽克的名單如何解鎖 如何打開都在一點的小老鼠OK1788當中 與親愛的你來去做分享 除了從輝達財報裡面 我們去找尋到我們台股的賺錢效應之外 更重要是你所關心的股價該如何表現 所以無論是你有偽創 你有廣達 甚至你有鷹葉達跟技嘉 還記不記得我在11月10號的時候 在我的Light 8的首頁 大家都可以回過頭去看一下 我還特別說 技嘉的這一檔標的 他如果要形成了一個功高的關鍵 10月26號的空方缺口 他一定要被回補 他今天就被回補了 而回補之後 他的短轉牆的關鍵在哪裡 AI該如何掌握到接下來行情的賣動 都在哪裡 都在一點的小老鼠OK1788當中 小老鼠OK1788的首頁 那如果你真的找不到首頁的好朋友們 你記得跟我們的服務人員詢問一下 因為我也發現到很多人 對於Light 8怎麼使用 還不是很熟悉 那我也特別來告訴大家 潛頂 其實潛頂我在10月22號的禮拜天 我就錄製一集叫做 產業1.0的CPO的產業動向 尤其潛頂它就是領頭羊 當時候潛頂的位階還在八字頭附近 而如今的潛頂亮燈工上掌平板 站上百元之上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的是 我們該如何掌握在起漲之前的脈動 這也就是為什麼 如果你想要掌握到半導體的未來 尤其是提前掌握到 細光子CPO的發展效應 麻煩你去看一下1.010月22號 錄製的這一期的產業1.0 那你還沒有訂閱按讚分享的好朋友們 記得拿起手機訂閱按讚分享 因為1.0正在衝我的訂閱數 我希望在2023年12月31號之前 我的訂閱數能夠來到萬人之上 而這樣的萬人的目標 需要靠你需要靠他 需要靠大家的訂閱分享按讚 也謝謝大家對一點的支持 那也謝謝大家對一點的愛護 我會更加努力幫我們的家人 在第一世紀找尋到更會賺錢的標的 那當然你可以發現到潛頂 其實潛頂的這一檔標的 它算是CPO的領頭羊 其實為什麼我能夠在起漲之前 買進潛頂的這一檔標的 因為在800G的光模組的部分 它帶來了全新的大商機 尤其它的大單的部分 也移到了潛頂的部分 在明年的EPS 又上看了5塊錢之上的同時 我們在起漲之前 我們在八字頭、九字頭 拉回來來去做佈局 而如今的潛頂 是亮燈攻上掌停板 再上百元關卡之上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相信看見大戰掌停就是你的 除了潛頂我幫大家提前掌握之外 更重要的是聯發科 聯發科我相信你聽我聽很久很久了 聯發科我是不是在10月1號的時候 我錄製一集叫做 IC設計迎來曙光 當時我的聯發科還在七字頭 可是你卻覺得聯發科不會動 你卻覺得聯發科不會長 但是今天的聯發科是再創新高 再創新高它代表什麼 它代表是這一波如果你有大的資金的人 你喜歡做高價股的好朋友們 你跟著我一起買進聯發科的好朋友們 你可以創造出將近快三成的利潤 所以如果你想要掌握到 IC設計股的產業輪動 台灣工研院產業分析師的1.0 錄製了一集叫做產業1.0 還沒訂閱、按讚、分享的好朋友們 記得拿起手機 訂閱、按讚、分享一點的 萬人訂閱 需要靠你、需要靠他 需要靠大家的幫忙 除了IC設計個股的聯發科 再創新高之外 你可以發現到世新KY 我還特別跟大家講 世新KY 從明年到今年的一個獲利成長目標 它會持續的往上成長 但是股票它不會只漲不回 所以創高的位置點可以先做逢高獲利拔檔 但是你可以發現到今天除了世新KY 除了聯發科 還有創意、還有偽創 都形成了打底的往上攻堅 尤其這一波你要特別去留意 利空測試的好股票 尤其這一波的創意 尤其都是在利空測試之下 會有好的買點產生 所以接下來我會帶領我們的李寧加鐸家人 去找尋到好的股票 利空測試的好買點 也就是說我買在下跌的時候 我買在拉拐的時候 所以跟著1.0 掌握到產業的輪動 你就能夠利於不敗之地 所以我才會告訴大家 如果你有高價的個股 該如何來去做操作 就像世新KY 接下來的低接條件在哪裡 創意如果要突破前高要怎麼看 還有一檔 我認為它接下來會變成千金股的股票 哪裡壓回來是你的機會 而微影還有聯發科 買進的關鍵在哪裡 都在一點的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當中 與親愛的你來去做分享 那當然今天的冒打是亮燈工上漲停板 昨天的漲停板 今天的大漲 尤其整體的一個電源管理IC 也進入到Intel的認證 尤其隨著PCNB 將帶領的PMIC的需求持續的攀升 它又搶進了DDR5的電源管理IC的市場 所以我們在騎掌之前提醒卡 為昨天的冒打亮燈工上漲停板 今天的冒打持續的大漲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相信看見大漲漲停就是你的 那我也特別來告訴大家 1.0 你跟著1.0 你可以反市場的操作 就像10月底 你跟著1.0 在萬六以下提前卡位 所以這一波的冒打 這一波的雙紅 這一波的所謂的前提 我們都能夠卡位在起掌之前 相信看見大漲漲停就是你的 今天有一個特別的活動 而這個特別的活動 你手腳一定要快一點 來看仔細 叫做圓夢起飛399 什麼叫做圓夢起飛399 挺你負擔少一半 讓你時間多一倍 重點是用你第四季逆轉勝 而且你今天手腳好快 前三十名來電的 享有萬元紅包裡 還有還有辦好手續的好朋友們 即刻獲得一檔獲利長輩股 我記得來電下巡一點的 圓夢起飛399的活動 那當然飛黃騰達的這一檔標的 短線的上漲的一個幅度 有三成以上的利潤 今天是壓回來的 但是壓回來就是你更好 上車佈局的機會了 那我也特別來告訴大家 哇時間又不太夠了 連家軍的股票 尤其系統今天差一位 這一位在哪裡 都在一點的小老鼠OK1788當中 那如果你喜歡做大型的個股 連電你的低階條件在哪裡 原相哪裡是可以佈局的一個條件 而很多人問我的星星 我還特別告訴大家 星星在142塊錢 形成了第一位的十字星的轉強 而星星接下來要轉強的關鍵 怎麼去看 連家軍的操作策略 如何解碼如何公開 都在一點的小老鼠OK1788當中的首頁 與親愛的你來去做分享 那當然我也特別來告訴大家系統 我們二字頭提前來去做掌握 三字頭拉回來再去做佈局 在11月3號創高的位置點 出關的位置點 有來去做獲利調節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是系統的下一步看它 它就是洪家充 洪家充它會從ROE跟毛利率的角度 來去做一個轉鼓的部分 所以從IC設計到IPC制裁的系統 甚至制圓 我們該如何掌握到輪動的效益 跟緊1.0盤中的訊息 那尤其系統 我們掌握在二字頭三字頭的好買點 創高的位置點 也有來去做幾掌獲利調節 而接下來系統短轉強的關鍵在哪裡 都在一點的小老鼠OK1788當中 那當然連發科今天又再創新高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掌握到IC設計股的輪動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一點的股市 1.0許玉琳YouTube頻道 那然而今天的茂達 在昨天亮燈工上掌停板之後 今天又再度的再攻 那你一定要知道是茂達為什麼那麼強 因為它是做電源管理IC的 而且受到了Intel的一個認證的階段 而且有整個受惠於DDR5的時代的來臨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在起掌之前 提前卡位跟提前做教的關鍵 這個叫做相信看見大戰漲停就是你的 而今天一點也要特別說了 今天的經歷科跟安國 在短線創高的位置點要先站在賣方 記得不要說1.0都沒有通知大家 那昨天我也特別說了迅捷 短線漲多了先站在賣方 今天的迅捷就拉回來了 那如何訂閱按讚分享PCB的這一集 記得訂閱按讚一點的股市1.0許玉琳YouTube頻道 因為這一集裡面我除了有講電影之外 我還有講滑通 所以今天的滑通是出量再勾 但是滑通的出量再勾 是要讓你先站在賣方 包含要滑跟鏡頭 創高的位置點不是要讓你追價 而是要讓你先來去做一個獲利拔檔的動作 那然而PCB的個股當中定影我在77塊錢附近 告訴你這是一個低階佈局的機會 然而定影短線上面已經漲了三成以上 所以雙紅的這一檔標的我們如何低階佈局 所以我才會說如何透過短加長的操作應對 茂達如何在起漲之前來去做提前卡位 所以我才會說今天圓夢起飛3991.0要挺你負擔少一半 讓你時間多一倍 重點是要你第四季逆轉順 更重要的是今天要打電話比速度 前三名時來電的在享有萬元紅包裡 加入及享有一檔獲利掌倍股 電話趕快撥充進來囉 好 那更多操車見關懷局 再請玉琳老師幫大家做解析 歡迎回到國序鼎鼎這把時間交給玉琳老師 親愛的好朋友CPO的一個前頂創威亮燈工上掌停板 中低價位的CPO要看誰 如何去複製第四季的賺錢行情 這一次的圓夢起飛計畫盡量趕緊來跟上來 那我也特別來告訴大家前頂我們錄製了一集 叫做產業1.0在八字頭幫大家提前掌握 所以訂閱按讚分享是你必須要做到的事情 那當然前頂的一個亮燈工上掌停板之後 誰是接下來切棒的焦點都在一點的light的首頁 那當然前頂我們在掌停之前來去做提前卡位 相信看見大賺掌停就是你的 定義投控我們掌握在七字頭的好買點 短線漲幅也高達了三成以上 甚至像是茂達我們在起掌之前來去做提前卡位 昨天亮燈工上掌停板今天來去做大漲 跟著1.0掌握在萬六以下的好買點 掌握在好偶的股票低階佈局的機會 所以今天聽好了給大家特別的 圓夢起飛399挺你負擔少一半 讓你時間多一倍重點是要你第四季逆轉勝 今天一定要搶速度 因為剛剛助理還特別說電話滿線 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前三十名來電的 在享有萬元紅包裡加入及享有一檔 獲利掌備股喔 即可打電話既然加入一點的行列囉 好 非常感謝來賓的分享 挺光票的本公司所推薦分析 追究表家正確 我們不當作操入了一關西 本節目上請問參考投資要主力判斷 選勝評估風險均一操作勝利 我們再會 先讓你加入一點的 來個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過來電報到這根線 2511.77 2511.77 2511.77 加入及享有一檔 獲利掌備股喔